乘客驚恐大喊 因为驾驶座后方 窜出浓浓白烟 吓得乘客赶紧跑下车 驾驶急忙停车查看 拿起灭火器罐酒 幸好火势没有扩大 乘客只是虚惊 但好端端怎么会突然起火 便利箱先冒烟 然后我先看到便利箱里面全部都是水 一翻开里面都是水跟烟 水差不多没有了之后就开始起火 驾驶座后方是一个置物平台 不少婆婆妈妈上车之后 就会把东西放在上面 或者是拿手机放在这里充电 但其实前面是有一个便电箱 这回就是由水渗进去以后 导致电线短路插点火烧车 公车上的置物台 平常是给乘客放置简便行李 一旁就是便电箱 但一体类的东西绝不能放在上面 便电箱里面有很多的保险 是它负责不同的电路 而这些电路是必须要隔开来的 当一体进入之后 这些一体可能会变一个导电体 那不同地道路的时候 它变短路就会有火花 我们的车上我们会再加装警雨 然后让乘客知道说 某些地方是不能去放有水的东西 避免它再产生 类似的案件发生 公车最后面的这个平台 也是不能随意放置东西的 因为旁边就有一个风扇散热的装置 如果有一体不小心渗入 也会造成危险 天文一出不少网友纷纷留言 如果没有提醒 还真的不会注意到 便电箱就在这么近的距离 幸好乘客及时提醒 加上司机处理得一 才避免酿成火烧车的意外 记者杨中顺 陈婷入台北报道